针,这是一个直直的,它写的有点歪 故意把它歪到这边来 从粗到细,细到粗 折下来很放硬的 然后注意这个三个点,一个点 饱满,但是不要粘到 这边非常长 配合的这一个比方 这个一定要配合这个才好看 点又是饱满的点 针,针这个有点滑上去,逆上去的感觉 点,细细瘦瘦,这个地方又维持 断掉的感觉 它这也很特别,这个是伸长下来 细古代的钻都不会写下面这个丝 都会直接掠过省略 会被戳了一堆,但这个又不戳了 写的跟现在的一样 还多了有这个 有时候会被怪怪的 该写不写不该写写出来 好,这一个勾的非常的长 这个点是交错略搭到,然后掉下来的感觉 钻 语言,语言写的很可爱 这个图啊 平的,下来 这个真的是,吓人啊,拉那么长 过来,再挤回来 再逆过来,再挤回来 拉直直 弹上去,撇过来 显然挺近 然后这个点交错在这上面 挫字旁,交错在下面 逆着,跟那个逆回来 保满以后记得 真的是很甘血 很甘血 然后纹啊,几乎都粘到了 粘到就粘到 胃背不怕,胃背不怕 伸长 然后这地方浑厚的下来 密不透风啊 好,纹 天 天上面蛮锋利的 上面上去顿了一点 拉动 拉动以后 靠近,一般位背来的 上下都蛮靠近的 然后撇,这个撇到很下面 以后才带起来 让它看起来有点弹起来感觉 然后下半段伸长 记得要饱满的送出 那看起来有点尖 又饱满 隔 齐笔下来 这里有点像以前 粒书带上去的感觉 上去 折下来 这是切割后所造成的感觉 滑上去 中间的缝隙不要太多 滑上去 缝隙不多 这一个平平的下来 平平的上去 然后这边接的话 是因为刀切的感觉 刻痕的感觉 往外磕 往外磕 往外磕以后 这个再 逆上去 所以 其实这个门 斜得非常紧凑 紧凑到几乎不能呼吸 磕过去 然后中间的细缝非常的少 几乎都快碰到 这个 横化横扁 出道系 马上收容 然后这又收得非常的紧 隔